詞曲 李宗盛 我做網台的時間已超過十二年 做台長的時間已十年以上 在這段時間內 我做了相當多不同類型的節目 例如有功夫、有財經、有時事、有神秘學、有電影 甚至有風水、玄學 我忘記自己做的類型有多多 但總之我試過很多類型 唯一一件事我未試過就是賽馬 其實我很享受做節目 大家看到我們做節目的準備時間 或要做研究的時間相當多 如果你沒有那個興趣 很難保持十多年內 都花了這麼多時間、精力在做節目身上 我們做了網台這麼久 其實我們很感謝觀眾用不同的方式去支持我們 有時在街上會看到他們鼓勵我們 或者是讚美我們 但最重要的是我們現在做到現在 其實我們不僅希望觀眾能夠在口頭上支持我們 或者在文字上支持我們 我們希望觀眾實質上以月費的方式去支持我們 和我自己的節目能夠延續下去 好 滿叔 最近想介紹布達佩斯的咖啡室 是吧 現在我在找到 你先介紹吧 你先跟大家說吧 就是大家一定要看到那間貨幣商店 才能夠說到 就是我們怎樣欣賞那間 即是怎樣欣賞那些西方建築 那那些西方建築呢 它最精華的有三個要素大家要留意 這些古建築呢 第一件事一定要先看天花板 是啊 看天花板 我們去意大利 一看走進去 不過不要說意大利其他地方 歐洲呢 就第一件事先看一看上面 天花板 第二件事就是看天花板的牆邊 牆邊那些雕紋花紋 那些牆邊很重要 那些細緻的地方 真是 真是工夫落在那裡 放在牆呀 牆式呀牆角呀 門呀 就算門的手機都要留意 門的門有很多很多花紋的 又要留意 第三件事要留意 又留意燈 水晶燈 那樣 那 記賞員可以去那個版面那裏 那我們找到那個照片出來 是 這就是這家了 這家是普通歌手 Fella V 我說這些真是太世界了 這些 就是我們怎樣去 這個是 匈牙利 布達佩斯一間 topee shop 叫做 叫做 紐約咖啡 紐約咖啡室 紐約咖啡室 是這麼簡單 就是我們欣賞這些東西 就是我們以前 就是不留意這些東西 現在就講完了 我就講完 我講完 給他們聽 一定要看天花板 還有看我以前也不會看牆牆 牆邊 做得很精緻 真是 不過這個呢 我自己在意大利看過 其實西方藝術有一個特徵 他不喜歡有一些空間是沒有填的 他是所有東西 他如果他有這樣的條件 他一定要fill up 他掛畫掛得很密的 他希望每一串 每一分都給到一些東西你看 這個是和中國 或者東方那個 所謂裝飾和設計的概念很不同 日本很簡單 日本很極端調整 你進去可以什麼都見 另一個東西掛 譬如不去掛畫 掛碟 掛碟 碟就不是用來吃飯的 用來看的 那隻碟 畫紋 排襪則排襪 排襪 排襪 那這些東西 就是西方的 建築藝術的那樣東西要留意 但是你可以比較 譬如你去故宮這樣 故宮也是很高的 但是很小小的 但是中國就是 我為什麼要說這件事 因為中國不是這樣 就是不是 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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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留意的時候 我們不懂得欣賞 所以我一定要說給大家聽 要說 就是 這件事我也是 好像歐洲才明白 慢慢明白 才看到這樣的照片 我一定要說給大家聽 我還沒去過那個地方 但是我都要說出來 因為你不說出來 你又不能夠代表到這件事 即是不表示到這件事 沒有的 你不一定要去布特克斯 不一定的 我的地方都有的 意大利 我的地方都有的 德國也是這樣 但是大家學了之後 你就明白 我們讀文化 我們做文化 我們是喜歡文化的 欣賞的東西 用分種方法欣賞 那如果你看到這些 這麼精緻 或者這麼細緻 你都猜到 那個維修本身 一定是相當之花費的 對 所以你就不要埋怨 所以就去到花費 其實如果你說的 就是Way for money 就絕對值得香港 香港有什麼東西給你看 好像我們那時候 我跟他說 我去馬城 即是荷蘭那裡 那個侍應 六尺多高 六尺二三 整個明星 即是英俊 第一樣 真是英俊 他跟你倒杯 倒杯 開水 紮定馬 不是真的 我學他這樣 站在那裡 手後面 你吃多少錢 八百多歐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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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幾千元 那是幾千元 但是值 八百多萬元 那可能便宜一點 但也不低太多 但是那個是值 因為為什麼我們吃的時候 在整間教堂裡面吃 幾多人吃 兩個 嘩你真是 好厲害 不要說了 不要說了 我們欣賞這件事 那就是 我想補充一下滿叔那裡 就是 你以為純粹是一個裝飾 不是的 因為你處於這樣的環境 很多人做事的心態不同 當然 真的 不同了 你剛才說 譬如我們給那個 顧工那個磅盤 這樣 你看到進去 殘殘爛爛爛的樣子 第一樣 你就是說 沒有錢維修 連這些人做事 都是殘殘爛爛爛的 就是這種態度來的 如果你在這個環境做事 中國 我們不要說這件事 我們說口袖 我們說口袖 那你日本也是 日本都好什麼 那又乾淨淨 不是啊 我去到的 譬如說 你在台灣 有一家日本博物館 裡面是乾淨一些的 真的 就是你在那個地方 那個日本人搞的 那個地方是乾淨一些的 那你去到這些 喂大哥 這些東西 不整理一個月 就散了 所以呢 其實你去到這些 進去那個環境 人做事的心態 完全是不同的 那我們欣賞了這些東西之後 我們就開始 就是人生有目標 就是知道什麼叫 我方向的錯 就是你花錢就花在那裡 那裡的方便 不是啊 但是你亢空啊 你都是二三千國家來的嗎 人家用Style 用貴氣 他不是窮人 窮人都可以 窮人都可以 都在這個方向的 這個人很重要的嘛 窮人的方向 是向著這個方向走的嘛 就是你不要說走錯位 就是有些人呢 就是香港 中國人就是很多 找到發達之後呢 他又要洗浩 很豪氣 因為他做目中的那個方向 那我想問你 譬如很簡單 譬如香港很有錢的人 你入過家裡 你覺得怎樣 很多是沒有Style 沒有他一個真正的文化Style 即是他有錢 但是他沒有擺錢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為什麼我研究 有錢人沒有有錢人 每一個有錢人的個性 台灣有錢人的個性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 台灣有錢人呢 他第一件事呢 他有些收藏的 即是台灣很多電子佬 喂 很多張大千的 他們是買張大千的 買東西嘛 玩一塊玉 玩一塊石頭 玩一塊石頭 那起碼有些世藝 打開門呢 有東西看的 現在香港有錢人 可能是一間佛堂的 是啊 這個也是真事 這些二三手的資料 就知道真的 有些人是放在佛家裡 真的 不知道他是不是做得 坤心時代 即是要做這個 喂 喂 香港很多 很多 黑社會食齋的 知道嗎 知道知道 你真的 你都明白了 是啊 沒辦法的 這些事情 他心理壓力太大 好了 我們說第一樣的 是啊 就是我去 我最近去過土耳其 我講講那些 那些土耳其見聞 什麼時候去土耳其 你做了一輪 就是剛才那裏 那裏 那裏照片 我想做一件給大家聽 就是那個 這個 這個不是那個 塑花 塑花 看天花板 看牆 這些就看到問題 這些又是沒有保持的了 他現在窮 當然窮 他全部掉了 他千幾年了 那這個 喂 千幾年 我去肥爛區 這也是千幾年的 這個聖堂 就認真傳奇 初初見的時候 就是供奉耶穌 是啊 Den Brown 那本書書 有寫這個 後來就變為 這個是旅遊景點 旅遊景點 第一景點 就是說 你去伊斯坦堡 你一定要去這裏 是的 後來就變為清真寺 清真寺 博物館 清真寺都不做了 做博物館 這個其實是東羅馬 這些就是 另一個地方 都是那些天花板 天花板 就是皇宮來的 就是小皇宮仔 我就留意那些天花板 銀燈 還有牆 這些普通皇宮的格局 他很有趣 他的皇宮又不像中國的皇宮 他簡直好像 皇宮的意思 那個蘇坦王住 有這個意思 他叫皇宮 蘇坦王住 這個地方 但是不像 中國的古代皇宮 完全不像 那些是帝王的皇宮 那些還沒有為皇帝階級 但是那些皇宮 都是這樣 家裡都是這樣看的 天花板是這樣的 所以我去過這些地方 我就知道 哇 真的要學一學這些東西 真的 這些也是皇宮來的 這些是普通皇宮 就是實施皇宮 那些看門 這裏很棒 這裏就是看皇家的收藏的 就是貨倉 收藏的東西 Pairless Connections Museum 就是皇宮裏面用的 藏用品 貨倉的藏用品 那我去看過 那我去那裏想起 我媽媽講的一個字 教學一個字 來老 我們1950年代的時候 就很流行這個字 來老貨 來老貨 來老的意思呢 就是Royal Royal Royal 就是皇家 那我們 我們自小就要明白 來老貨是正的 是 但是我來呢 平時沒有機會 自己買個番茄 叫來老番茄 以前是呀 真的沒有什麼 這樣呢 去回剛才那裏 去回剛才那裏 那裏 我見見他 告訴你貨倉 有幾張照片 是貨倉上來的 嗯 再走下去 有沒有 沒有啦 沒有啦 在這裏 那裏是貨倉改為 那裏 真的見到那些皇家用的品 百多年前的皇家用品 為什麽要講呢 因為他和家用品 通常呢 很多人試過 試過 才給皇七人用的 有人試過 不敢給你那裏 那裏 所以他 因為他做一個 譬如說做一些 大內總管 國家錢 他不會節省的 他不會節省的 那我覺得浩爾奇有個好處 他真的這樣展覽給人看 就是一個很好的國民教育 有兩個目標 第一 大家注重生活質素 生活質素 第二呢 其實有一種環遊政策 即是說 你今天的市民 平民 都可以用到皇家級數的東西 因為你這樣 因為一百年前的東西 那你一定用不到的 那他是不是那些煮的日用品 譬如番茄 沙頭水 那裏有什麽呢 梳 都有各種不同的展覽 譬如說 當日的冷風機 當日的暖氣機 那裏給你看一下 給你一百年前的東西看一下 那你都要明白 哇 那麽落後 那你都會覺得 我家裏比他更漂亮 但是 中大人是一百年前的 就是這樣 他有牙醫的 有牙齒使用品 那你看一百年前的用品 就是你剪刀給別人看 第一你要注重生活質素 一百年前這樣注重的方法 那你現在有機會 你就真的要追求 那所以這些妙思人呢 我就認為 我覺得很正 很值得去的 真的 嗯 就看王家用品 看內老貨 嗯 因為呢 我們呢 就是 沒有機會做王室人員 嗯 用品 但是真的給你看一下日用品 人家怎麼用什麼 怎麼用法 嗯 那現在你看不到 一百年前看到的 那現在也有很多網上的資料 不過你真假 你當然很難鑑證 舉個例子 譬如說 英女王病了 那他看什麼醫生呢 那他可以查到的 嗯 好了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還有很多其他這些 就是 這個是貨倉來的 是啊 我知道 這個也有說 那就是 剛才我們看到 阿坤南有本新書 滿足的介紹一下 嗯 今年呢 就 開始本土化了 嗯 原來伊達也有介紹的 今年入書展 伊達 嗯 我不知道現在的年輕人 知不知道這個名字 不 不管了 知不知 總之他現在都會 講一下這個 昆南啊 伊達 就是現在 中央圖書館 有 公開昆南啊 八十幾歲的作家 這樣 那我現在看看八十幾歲的作家 當日那本 那些 寫 小說 小說 寫寫的小說 那現在呢 他找到一個畫家幫他找一張舊畫 做封面 那本書的封面 看看那本書多厲害啊 那本書的封面 就是 這個 1960年出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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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當年還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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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 這是舊畫來的 噢 那時候可能沒有出到 或者什麼 現在這次他再版 就 出回這個 用這個版本 用這個畫來做 他的小說 當日他寫的小說沒有人看 當日他寫的小說沒有人看 真的 你真是好笑 因為話說 當年 《新夏拙來法》 他就編過《快報》那個副刊 原來他有一半版 是剩下的小說來的 他那次寫一個短篇 講幾百字那些 一日圓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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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圓沒有連載那件事 是啊 但是寫連載小說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行業 就是當年呢 報紙就有這個空間 而且我聽說 當年也有很多人看的 廣時也沒有娛樂 廣時是小年代小說 最近有一個人 賣金融那本連載 報紙連載 貼了這些報紙 賣了十幾萬了 是嗎 是嗎 他剪報 我知道 就是剪了 金融燈那些 剪了 這個為什麼大家不要誤會 其實呢 他當時在報紙燈那小說 和後來出的那個有些不同 講演 版本不停地改 不停地改 不停地改 他出很多版本 他不停地改 因為越改越差 是啊 現在看我們這六十年代的小說 人家的小說走到這麼多前 就是 終於是二零一八年 看片一九六零年的小說 現在就是 終於介紹了一些香港作家 香港作家沒有人管 當時都頗多的 都頗多的 我記得當時有誰 因為那個是駐印 但是 可是 他也是 昆南的 就是現代很多的 是 讀小正文小學 是出來的 是 即是受西方的 西方的消息 對 我們都 浪費了機會 劉以暢 我身上的時候 我們都沒做過紀念特輯 我講很多次 劉爾暢當年在星島的島嶼半島 年載時我有看 其實在買報紙 追追 不敢看 但是看過的 所以整個文化變遷就很大 這本書 我想要簽名了 另外講講劉若英的新電影 講這個真電影之前的太大件事 就是劉若英拍過阿修羅 上月三日之後 立即收買了 我也不太明白 就是阿修羅 阿里巴巴的投資 是嗎 阿里巴巴的投資 是啊 我看那個Trade Act拍得相當之差 但看到花費巨大 現在拍真電影也是美國市場的 這個就是劉若英的本 真電影 《後來的我們》 已經是歷來華語片最賣的女導演 那他那部電影是因為什麼成功的 就是拍這個北漂 北京的低下階樓 低僚人口 低僚人口 就是被人趕走那些人 這部電影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攝影師 就是李平斌 最經典的大師 因為現在大師拍劏房 地下質劏房 因為北京多了地下質劏房 這些環境 雖然現在是乘境 但氣氛怕出來 令你有共鳴 居住環境之差 深水埗 可能更差 深水埗那些 深水埗不是很差 有老鼠 他就拍到這種東西出來 觀眾就共鳴 很簡單 我想說很簡單 現在譬如說在中國 最大人的目標 拍一些低下層 或者一些現實的東西 其實已經很多人會有共鳴 是吧 只不過問題就是 你會好像 你拍極拍 都要拍奧修羅 這些不無厘 就是 說一下第一次的東西 就是attention direction 他不想你理這些東西 不想你理這些東西 所以最近在中國 有一套 就是買了電影 說什麼呢 神醫 對 就是講醫療的問題 那你沒辦法 就是 那些人一聽 就是看到這些東西 可能現實很少 他就是講這個 翻版藥 那樣東西 不是專利藥 那樣東西 就是 我為什麼要翻版呢 沒有錢買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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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翻版你的 偷你的方法 那你要搖書我 就是那些心態 印度心態 就是他用印度那個 就是其實是印度的招來的 就是印度的招來的 那樣 等於大學生讀書 買不起美國書 他要翻版這本書 是呀 以前台灣很多的 他買那本書 那個時候動切都成二三百元 他用那種特殊 我印那本書 只限上課用 就是這樣 就是在學校裏面用 那本書是容許你給一個 特別的版權 叫你翻版 因爲譬如說很簡單 你讀工程醫學 那本書真的可能兩年 就印了一印了 我版本不同了 那那個是美國這些 那些出版商那些 就是手法來的 他也不一定是手法 因爲他真的要更新的 那本書 譬如說 那但是你有了互聯網之後 就不需要 那可能不用 我現在上課 可能不需要 那些 可能現在上課 拿個notebook出去上課 這樣意思 但是當日也要的 那一定要拿著書去上課 這部電影很重要 我們提過 Netflix試試看 這樣就 不是 還有這個也體現了一件事 就是現在電影那個公演 都不像以前那樣的了 你可以直接在網上 即是直做網劇 那我有個朋友最近都拍了一套 他有的 他有 整部電影的製作又不是很貴 但是那個時間是很長的 我看都較了一年多 那就 即是在網上放的 那原來在網上放 如果你好運 都賺了很多錢 因爲現在呢 有錢分給你的 一個是一元 一個是一元 第一次是一元 那另一件事呢 現在的宣傳呢 完全是靠網上宣傳 是 所以那時候的觀影那個形態 完全改變了 所以突然之間 譬如說 劉若英突然做了一個 第一次拍電影 做導演 第一次做導演 已經是 第一次做導演 已經收這麼多錢 以前是不可能的 就是這個完全是一個自媒體宣傳 幫你宣傳不停的 還有那個劇本他自己寫的 他自己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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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實是說的一件事 就是那一條男女呢 就是啊 鄭柏妍 還有啊 周冬雨 那兩個做你做的真是好 那裡三個段 三個年代 現在最流行這種故事 就是大學時代的同學 同學 過了一段時間 跟著現在就 到最後當然是 個個碰了 賺很多錢 跟著那些發生的故事 這樣 就是將這個中國 這三十年來的變化 拍出來 那另外最後最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他帶出一件事 就是會宣傳這個北京東北奧運會 因為他呢 他以為拍很多落雪的地方 北京附近的落雪的地方 這樣這件事 現在最熱的了 現在這個時間 逢是現在拍電影 一定要見到這些落雪的雪景 因為配合國家政策 如果你看到雪景 可能是幫助很大 很多資助給你 或者幫你 你不就公開一下 離開北京四個小時 有雪地的了 這個要特別提一提 就是文章寫到 導演編劇攝影剪接 音響配樂都是台灣人 他們就要講這件事 台灣人就拍一部中國電影 OK 趁著有小時間 我馬上看一看 就是禮拜天我看了一部電影 《Beerwood》《貝魯特》 剛才講這個標深 我忘記了中文 就很值得大家去看 因為今時今日 其實片商都艱難的 你進來看電影 就是給錢看電影的人 年齡越來越大 這個代表年輕人不太想去看 我看了沒有 最後欠我一個道歉的 還沒看 但我提到那部電影 也是講黎巴嫩的 黎巴嫩 是的 黎巴嫩事實上 就是一個相當之 他用一個最簡單的東西 一場官司 來講這兩個問題 是的 我講的那一部 就驚險很多 就是講一個 美國的中央全部人知 被不知名的人 飆心了之後那個過程 但是呢 譬如說 你想理解 剛才阿滿叔講的那個 最後一道歉的那個 還有現在 貝魯特華在黎巴嫩發生什麼事 這部電影本身 其實已經給了一個很簡單的過程 就是 為何突然間一個很美好的地方 突然間一日 即是 當日的東方巴黎 是的 東方巴黎 東方巴黎 有一個場景 我覺得很超現實的 就是一套戲的標誌 就是 那個男主角 走去找那個心 即是被飆心的人的時候 他發現了一個很超現實的環境 就是一對新人的夫婦 穿白衣 婚紗 在一個戰爭的廢墟裏面 拍這個婚紗照 這個也都體現到就是 戰亂呢 和那個人生 其實就很無奈 即是有些事情你也要做 周圍的環境是這樣的 那如果你不走的話 那你就要接受那個現實 最後講講我們這個足球 高爾夫 世界表經濟 有錢分 有錢分那樣東西 我為何香港的傳媒不講這件事 真是奇怪 不是的 大家主要就是針對那個賽果 這個真球王 他將他的錢捐出來 阿美斯那些都是的 他入一球 不知道捐多少錢出來 捐出來的 那去回那個制價盃經濟那裡 原來總獎金是四億 四億美元 即是出場有錢收的 那應該的 因為整個你看看 那些蒙牛啊 曼大那些 那些廣告 那些廣告 你看看 怎麼會 冠關三千八百萬美元 這樣 好了 那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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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